在台北你們不知道要吃吃台灣的店 橫橫那間叫做乾杯 乾杯是少年人的記憶 我帶來這間叫做高雄五湖鮮蝦扁食 這間我跟妳保證聽台灣的 我們去看看 這是酒井法子 還要吃得正常的酒井法子 都要吃鮮蝦扁食 我來搬來吃 這剛才我出生那年了 好 老闆來 大家照顧一下 謝謝 來 林老闆 謝謝 這是大米 大米 大米要怎樣吃 大米就是我們肉燥都用黑豬肉 肉燥都用黑豬肉 這30 在這裡20幾年 我爸爸28年都加了50幾年 50幾年的大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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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說什麼 抽碟式的包包 抽碟式 對 因為我的偏心要保證 要遮一點骨頭 骨頭 所以很會說 很會說 對 原來都抽工的 我知道連鎮在這附近了 連鎮蝦也來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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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最近看到油比較好嗎 有啊 比較好 我知道第四五天就吃我偏心了 這是鮮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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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鮮蝦 鮮蝦 來 米露吃看看 我們水母吃看看就知道了 鮮肉 吃幾個鮮肉 吃幾個鮮肉 有吃到肉 沒有 不錯 在台北可以吃這個 在台北 台北 比較近的我講 這間 這間我差不多十幾年前 這個三天天才吃總見心 我來專門包 它這個鮮蝦都凍過 然後它的包法是很滑的 咬出不用的 好 鮮蝦 鮮蝦 麵蝦 這在台北 有人要做一碗 這是鮮魚 哇 這很高彩 這是那個 那這個 那這個 是加辣 跟那個 肥菜 這是什麼 雞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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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什麼 黃瓜 一開始 它是 我們自己說 自己說 這樣一個一個 這 用鎮蝦做的菜 用鎮蝦 這用鎮蝦做的菜 怪蝦的菜 哈哈 紅油炒熟 這是它的招牌 這是鎮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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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鎮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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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都用有品牌最好的 對 我們不像人家做成的 都用第三品牌 超俗的 這是鎮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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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啊 所以鎮蝦都一直提高 已經十幾年 這個鎮蝦都還沒去鎮 可能過完年要長假的 真的不行 沒辦法 沒辦法再撐了 現在要來示範 怎麼包才好吃 這個鎮蝦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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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當頂端 喔 包在外面就對了 對 更多 你說這個是什麼包法 這叫做抽碟式的包法 抽 抽碟式 抽碟式 抽碟 因為沒有鎮蝦 包那麼麻煩 因為 你這樣包的 煮的時候 湯汁都會在裡面 所以口感比較好 是 那這個鎮蝦是算什麼鎮蝦 炒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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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蝦炒蝦 炒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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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高雄?為什麼一定要為高雄? 我們有的東西高雄比較好,比較順,也比較俗 啊,好 帶出來的事情,我們爸爸在做的時候,就是都用這樣 所以這幾十年了,我在台北也是都用這樣 所以老方法都沒有變就對了 對,都沒有變,對1960年到現在的2010年 所以2011年,我生第二代就對了,即使我爸爸生第二代 我也是,我1960年很生 我也1960年 我們兩個年齁,兩個年齁就對了 你爸爸生你的時運,就知道你要補這個嗎? 那個表演你會慢慢老,我有三年還要做這個 所以由你來做就對了 對,我來做,現在我年輕人都很好做 對,我們兩個年輕人,所以這個味道不會造的 對,不會造的 很好,很好 我跟他講,做生意要實在,可以投降點亮 我為了要求就是這樣 是是是 所以我們東西店,所有用的東西 包括我們的導遊和社會黨,都是用最好的品牌、最貴的 對,所以我自己,姻老闆,我也吃這間店很大 對,這樣 所以可以見面 你老闆,我們玉山的朋友哪來呢? 對,歡迎玉山的朋友來我們驚民,吃片餅 有回家的感覺 對 不會讓你漏掉 不會讓你漏掉 絕對不會讓你漏掉 歡迎我們台灣的古早味 五十幾年來都沒變 傳統,謝謝 在這裡,文化南路一段236校23號 滿個蒙古啊 好 謝謝 謝謝